在剛剛過去的週末,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派出6名乒乓球手以及9名泳手 分別出戰希臘殘疾人乒乓球公開賽以及City世界殘疾人游泳系列賽新加坡站賽事 另外香港雙殘人士體育協會派出4名泳手出戰 希臘殘疾人乒乓球公開賽 黨隊在智障級別藍單、女單、男雙、運雙賽事中共奪兩銀三銅 其中溫慧樂在藍單項目以及范家豪及原景城的藍雙項目準決賽中 苦戰五局之下擊敗對手晉級決賽 而最終在決賽亦不敵對手取得銀牌 而在City世界殘疾人游泳系列賽新加坡站方面 近期狀態大勇的陳綠林在這場賽事出戰女子綜合殘疾組 100米蝶泳、100米蛙泳、200米自由泳 以及200米個人混合泳四個項目 均全部刷新智障級別香港紀錄 同時亦第三次改寫100米蝶泳智障級別亞洲紀錄 而許家俊亦刷新男子100米蝶泳智障級別香港紀錄 香港隊接著將全力備戰6月4日至10日 在法國維希舉行的2023Footus環球運動會 當中被控求男子及女子智障級別單打項目的金牌得主 將直接取得2024巴黎殘疾人奧運會參賽資格 今集就到此為止 如果想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記得訂閱全球視者部落 YouTube 頻道 下集再見